都很激烈,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很辛苦的,如果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下去,就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行,因此许多人都感到很焦虑,因此大部分人都会趁着闲暇的时候去郊外露营,这样可以缓解一下自己比较焦虑的状态。 有一个国外男子就是选择在几假日的时候去野外露营,但是这个男子非常的倒霉,因为在他醒来之后,发现帐篷里钻进了三只猎豹,这也太刺激了吧,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 尽管大家都知道,在城市里的节奏非常快,如果是多去野外走走,可以适当的放慢节奏,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到野外去,首先大部分人是因为懒惰,不愿意跑那么远,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很现实的,那就是出去玩是要钱的。 可是国外的这个男子就刚好很有钱,而且他非常的喜欢在野外露营,可是这次在野外露营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,就在这个男子熟睡之时,他在野外露营的帐篷里面钻进来三只猎豹,看样子是因为外面太冷了才钻进来的,这个男子也是真够淡定的,将抱着这些猎豹互相取暖。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